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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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曲... 如果如果有這張紅麗麵呈很累 難道我要貪可以住在一邊 把它叫自己来試試 後面好像十點前 二歲一樣救命 沒有人想 都不能選擇 這個鐵馬 其實是2023年去年 就擺了超過半年了 由上年3月放到至少9月左右 放在這裡的原因是當時要美化這條隧道 所以本來這裡的毛家姐大約有十幾個 他們要搬一些個人的物品 讓它美化環境 我想說什麼叫美化環境 其實它大概…你看看兩邊的牆紙 大概用了可能有十天左右的時間去黏上 那就美化完了 但是我們覺得有些奇怪 如果美化環境是至少至十天 那麼那個膠碼為何要擺超過半年呢 不夠一年 民政署以清潔為由 在今年3月中 又再分別在櫻桃街和柯士甸的行人隧道 擺放過百個膠碼 令到原本在這裡老宿的毛家姐 又再失去臨時的妻生之所 在這裡住了已經近半年的志哥 志哥就是其中之一個 我認為是你叫他再趕的 這邊趕就去那邊清潔 那邊清潔就落下 跟臨轉就沒辦法選擇 已經整齊了 整齊了 已經整齊了 一拉就行 有些人說我會阻擋 我也承認這件事 當時你叫我找什麼選擇 62歲的志哥在疫情之前 是運輸公司的司機 疫情之後找不到全職 現在一個星期最多開三日工 收入超出申請縱緩的上限 但又不夠交租 令到他被迫流浪街頭近兩年 左敦道船街行人隧道 由今年三月初 也出現了近百個交碼 吳偉東就說 有無家者被迫搬到九龍區內 一個比較小的公園 但是總算有瓦遮頭 這裡相對沒那麼吃風 當上一公園其實很吃風 天雨也有影響 因為沒有什麼瓦遮頭位 其實是公園 所以他們都是艱難了 現在這個位置措施就落膠碼 令到四散了 其實我們社工業找到他們會難了 或者是跟了一半新英哥的資料 可能要重新找個資料 因為可能那些是階段性的 是階段性的